第五十三章 明传宇宙 混沌城主见罗锋这幅模样 不由笑着打趣道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千宝盒乃是顶级质宝之一 就是宇宙中站在巅峰的诸多宇宙之主们 大多都得不到这等质宝 他也只是随意那么一说 让罗锋多个目标罢了 心底根本就没想过 罗锋那般轻易能得到一件顶级质宝 老师 你恐怕还不知道 我现在便有两件质宝在名下了 那结甲怕就不弱于这千宝盒 星辰塔更是宇宙至强质宝之一 罗锋脑海中念头闪过 混沌城主忽然开始迅速缩小 片刻便从那媲美一颗行星的巍峨巨人 变成和罗锋身高相当 罗锋 我有一件事需要问你 让你自己做选择 混沌城主道 老师请说 罗锋连道 这师徒二人便在千宝和河畔 站在宫殿群边缘交谈起来 真眼王和你也是师徒 他的事我也得告诉你 混沌城主双眸平静 缓缓道 实际上真眼王也是修炼兽神之道 什么 罗锋一正 修炼兽神之道的强者其实有好些 只是一直都保密 混沌城主说道 像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 你七剑王也是修炼兽神之道 只是兽神牵扯着祖神教 祖神教的存在 属于宇宙中的一大秘密 所以一般我人类族群中关于修炼兽神之道 都是保密的 像你修炼兽神之道 也从未公开过 罗锋点头 自己修炼兽神之道 的确是一秘密 知道者极少 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 是因为你老师真眼王 他修炼的是土 空间的兽神融合之道 混沌城主说道 啊 罗锋一经 土 空间 自己得到的兽神传承令 不正是土 空间的兽神之道吗 想必你也猜出我的意思了 混沌城主看着茫茫千宝盒 那七剑王得到族群中放的一剑兽神传承令 以你的天赋 等你成为不朽神灵 族群中也会很容易就通过这一决定 也给你一剑兽神传承令 可是你老师真眼王却不行 他天赋其实不如你们 他修炼岁月太漫长 又有族内强者指点 才一步步最终达到封王无敌 他想要从族群内直接得到一份兽神传承令 根本不可能 他的老师也帮他提出申请 可族群内一直审核不通过 他想要得到兽神传承令 只能自己去得到 可宇宙好广 兽神传承令何等稀少 完全是凭运气 运气好 一名戒主都可能偶然得到 运气不好 宇宙尊者跑遍宇宙都找不到一件 混沌城主看着罗锋 而族群资源乃是整个人类共有 虽说有无数宝物 在其中可必须给自有天赋的 且必须经过族群所有高层的商议 现在倒是有一办法帮你老师 你也猜到了 那就是你将这兽神传承令 直接转赠给你老师 混沌城主看着罗锋说道 这样你老师去传承之地 这将是一次大机缘 他很可能趁此突破 成为宇宙尊者 当然或许也会失败 毕竟他的天赋是远不如你 七剑王的 你们修炼时间都短 却已然接近他了 给 我给老师 罗锋没有丝毫犹豫 真眼王带自己如此 自己怎能不报恩 不就是等到成为不朽 才得到族群给予的 寿神传承令吗 自己也就在等一段时间罢了 反正一旦第三分身 确认且孕育了 那么自己便会跨入不朽阶段 老师已经煎熬了无尽岁月 自己稍微忍一段时间 就能给老师莫大的机缘 又算得了什么 你决定了 不后悔 混沌城主看着罗锋 不后悔 罗锋点头 没丝毫犹豫 嗯 混沌城主微微点头 你那一枚寿神传承令 便赠送给你老师 不过 你也不一定非得等到不朽阶段 再去传承之地 我会为你向族群提出申请 虽说正常是你要达到不朽阶段 才会得到赐语 可是我相信那天狼之主 肯定会公开刀河王的讯息 天狼之主 罗锋一愣 嗯 刀河王实际上乃是戒主 这一讯息 他肯定会公开 而且还会推波助澜 一旦传播开 哈哈 一名戒主就强成这样 这还了得 其他诸多巅峰族群会个个盯上你 想要刺杀你 混沌城主感叹道 我人类族群中自然也会尽致 你刀河王的身份 我一直帮你隐瞒 连族群最高层很多都不知道 不过很快 他们便会知道 我就借此 为你申请一份寿神传承令 你的实力既然已经媲美那七剑王 那么传承之地的最基本门槛 至少你能通过 混沌城主微笑道 那传承之地虽然有危险 可那是传承一系列过程中的一些淘汰危险等 却绝对不会遭到一族的刺杀 那里毕竟是祖神教的重点 没谁敢去那进行刺杀你的 所以 寿神传承令很可能会批准发放 可我也没百分百把握 这是整个族群的资源 我最多引领虚拟宇宙公司这一派系 到时候高层内部商议 也可能申请被否决 毕竟正常惯例都是不朽阶段在去的 混沌城主道 我只能说有过百分之五十的可能 谢老师了 罗锋感激道 亲兄弟还会有争执 人类族群五大势力自然会有些暗斗 族群资源又不是混沌城主本身的 可以想象会才一定难度 哈哈 你越是耀眼 那么老师便越是有底气为你争取资源 混沌城主微笑 看着面前的罗锋 混沌城主心中很是满意 虽然从平常接触 罗锋的成长轨迹判断出了罗锋的性格 可当罗锋毫不犹豫将寿神传承令 愿意赠送给真眼王 还是让混沌城主很开心的 显然 罗锋之恩 尊师 人类刀河王乃是一名戒主 这消息就仿佛平的一声惊雷 令无点强者震惊 这消息以疯狂可怕的速度迅速传播开 几乎是在一天内 人类族群中许多强者都知道了 整个鸿蒙城中几乎处处都能听到 那些蜂王不朽们议论刀河王的讯息 刀河王竟然是戒主 他能够轻易击杀蜂王极限强者 竟然会是戒主 戒主能有这么强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消息绝对属实 妖族 机械族族群内可都是发布公开悬赏了 就是要击杀这刀河王 刀河王他如果是戒主 怎么可能让那么多强者都辨别不出 戒主的气息和不朽的气息 可完全是两样的 早就传说 刀河王得到了一件质宝 质宝可都是能够隐匿气息的 并且释放一定威压 质宝 刀河王会拥有质宝 宇宙尊者们都是疯狂争夺质宝的 疯了 消息几乎传风掉了 刀河王乃是戒主 刀河王拥有质宝 这都是足以让无数强者疯狂眼红的事 单单阵风星辰出事 便惹出那么大动静就能看出 一件质宝的诱惑力 到底是何等的惊人 何等的可怕 刀河王如果是戒主 那么到底是哪一位戒主 他这般逆天可怕 比历史上的科蒂等还要不可思议啊 很可能是纳罗峰 那罗峰乃是人类族群这一代 最逆天的戒主 已然闯过戒主及原始通天山 媲美科蒂等天才 依我看 不是罗峰 而是人类族群一直隐匿的 一位超级天才 这位天才比科蒂 比罗峰还要强大 所以他们才会隐匿他的身份 给他弄出刀河王的身份 而且专门给一件质宝 让他隐匿气息伪装 有这么多天才 罗峰已然是千万纪元一出的绝世天才了 说不定这刀河王的真身 便是人类族群诞生以来 史上最逆天的天才之一 比科蒂 罗峰他们还强 我还是认为 刀河王应该和罗峰是同一个人 如此天才 怎么会一直隐匿默默无闻 茫茫宇宙 亿万族群 至少在最近十天半月 绝大多数族群都得知 刀河王的讯息 令刀河王绝对地 名传整个宇宙 让无数强者得知 亿万族群 尽皆知晓 刀河王乃是人类培养出的逆天天才 至于刀河王的真身 到底是谁 是否是罗峰 却只是怀疑 但是很多强者都怀疑上了罗峰 因为人类族群可以查出的 借主中 唯有罗峰有这个能耐 爸 你是那个刀河王吗 我们前无宇宙国的一些超级家族 在谈生意的时候 都议论到了这刀河王呢 我都听到 有猜测刀河王 就是老爸你的 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九星弯曲 罗峰陪着家人吃饭 便被儿子罗海 罗平如此询问 我在羽象山也听到诸多议论 徐星看着罗峰 别多问 罗峰轻声喝道 罗平 罗海顿时笑了 因为如果不是 他们父亲早就否决了 哇 老爸 你也太牛了吧 罗海瞪大眼睛 罗峰无奈 看了两个儿子一眼 记住 禁止外传 明白 我们知道事情严重性 罗平 罗海连应道 同时愈加兴奋 不管怎样 刀赫王虽说还不是宇宙中最顶级的超级存在 可至少 已然拥有了赫赫威名 且会在整个宇宙族群历史上流明 很多强者修炼厮杀 所求 不就是能够真正名震亿万族群吗 罗峰却是借着妖族的推波助澜 达到这一目的 这只是我崛起的开始 既然将我推到风口浪尖 只会将我魔力得更强大 妖族你们终会失算 罗峰默默道